今天楊秋星炮打中央 他說包括高平溪 老農溪 很多淤泥還一機在那邊 你中央為什麼不趕快去處理呢 尹啟明 經濟部長 他就公布了各個縣市 有些人從93年 有些人從96年 開始申請要輸進的 他說你高雄縣 為什麼會執行率是最低的呢 楊秋星下午又發了一個聲明 他說你要趕快來幫忙清 而且你不能夠說執行率 只有看一個時段 我們要問的 監裁員趕快查清楚責任之外 第二個 重點還是 伊尼還在那裡啊 不管是中央地方趕快清啊 才重要啊 不過今天這個議題 真的是非常奇怪 這個以老農溪為例 他這裡所公布說104萬立方 真的只有104萬立方嗎 8月8號 就他的上游 秦河村 整個秦河村 匪村 已經不一樣了啦 那個已經多少 那個至少比這個要加一個零到兩個零 那你這個底下你就說 好吧 今天就是104都清掉 So what 上面還有他十倍百倍的沙土要下來 你看那個秦河村那個地方 本來這個溪谷啊 有差不多70公尺高啊 吞白耶 吞白耶 這些沙石量怎麼處理 也就是說你中央也好地方也好不要去講這些啦 這個不好 現在的問題是 的確你就是這個 我們講的意思說 好啦104都輸進了 就不淹水了嗎 不會啊 還是淹很大 所以這個問題是變成你中央地方要真正坐下來談說我們今天遇到的 楊秋青今天講對了 一半公尺的吐沙石就已經阻散了 而且這不是只有高雄跟平東 根本已經沒有河流存在了 其他限制也是有這個問題 所以義勇現在一方面追責任 現在更重要要趕快簽啊 動用所有力量去簽啊 我是覺得政府有時候很奇怪 我有時候看不懂 有時候在非常熟悉的時候要有非常的做法 你就漂流物是公家的 漂流物有處理的辦法 但是現在有些漂流物在那邊 就送給人家嘛 你能用的你拿走 有辦法來拿對不對 你就把它拿走就簽走了嘛 沙石能用的就 你誰拿走誰就把它拿走就簽走了嘛 這叫移工代正啊 對 大家就穿去穿的照啊 沒有全部簽好簽嘛 那個十塊能用的那些都搬走了 剩下那些也比較好簽 那現在變成沙流又不准拿走幹什麼 我是覺得很奇怪的 有這些東西 所以為什麼 如果是發布緊急命令 說不定這個就可以用這樣說 我突然都把你法令的做好 我們的這個沙石問題 有很很久的這個歷史了啦 因為沙石是黑白兩道都很有興趣的 裡面簽著到黑道 黑白兩道很有興趣 那政府呢高層就說他原來這個去辦索據的官員 經常會被抓 也就是說你政府這個政策搞得不… 就是這個程序都做得不好 你公共工程委員是管這個採購法的 所以你這個程序把它設計很好 承辦官員就很…願意乖乖做事就很安心嘛 願意乖乖乖做事不敢做 台中那個三核局局前後抓三核局局 抓抓 放出來 你看人家怎麼敢做 所以才會拖 那縣市政府要做 當然說宜蘭做得很好我就告訴你啦 宜蘭為什麼做得最好 因為南洋溪沙石好啊品質好啊 好賣啊 就這樣 好 那真正這個事情要能解決 就是說公共工程委員會跟經濟部要好好研究 我採沙石我怎麼弄 蘇俊賣這一套制度把它訂得很好 讓官員很好遵循 我只要乖乖做都不會犯法 我放心做嘛對不對 現在沒有這個制度 我怎麼敢做 很多被抓去 沈律師我們現在問的是人命關天的事 這個…這次這個事情不趕快去處理的話 不曉得又有多少條人命 我覺得官員的態度更重要啦 剛剛憲宏提出一個很重要的點 就是說這個錶 這個什麼104萬立方米這些東西 是八八水災以前的事情 你現在拿這個錶出來 修理某些人 那你的動機就是說在究責嘛 但對未來對你一再提醒的說 我們未來怎麼辦 沒有用 我覺得今天的中央水利署 如果能幹的話 應該在對轉期內 把這些油溫的河川 就是說八八水災之前 是有多少萬立方米 現在呢也許好幾倍 那我怎麼辦 我怎麼辦 大概是做不來的嘛 那做不來有沒有什麼短時間 今年這個颱風情還沒有過以前 我的變通方法 要向全國這邊一個交代嘛 所以等於這兩部分啦 一個怎麼清 第二個真的清不了 那你颱風來的時候要怎麼安置 不要再災 我想楊秋興啊 縣長他非常了解他自己的屬性 他講了一句話很對 現在根本就沒有河流了 河流已經填滿了 過去有什麼二十公尺深 什麼七十公尺深 全部都填餅耶 填餅狀況 那剛剛 一定是要跟經濟部水智慧 大家一起來商量說 在目前這種非常時期的狀況下 如果來一樣的雨量 我們應該怎麼處理 你現在很嚴重耶 非常時期應該兩個 彈書駿現在就沒有辦法了 現在來不及啦 我很誠心希望 經濟部長尹部長跟高雄縣長 楊縣長裡面明天趕快坐下來談 這才是解決之道啦 舉老龍西座歷史 沒有錯是經濟部委託的許可的 但經濟部要督導責任啦 高雄縣都有責任嘛 我想剛剛大家已經談到 政府是一體的啦 沒有這個部會跟縣的區別 但是 如果認定這種情況下去的話 你看今天 中央部會跟縣政府這樣 我常引用一句話嘛 賣麵粉跟掃煙蔥打架 打到後來兩個一定都黑白不分了 人民會非常厭惡 不管是高雄縣政府 或者是經濟部 都不會滿意 其實今天典型的 互相在開火 這是政治鬥爭的做法 真功為過 是不是有點像我們昨天討論的新流感 不同的任期的署長各自表述 結果大家都跨我嘛 我們不希望新流感如此 這個救災也如此 這事當然要趕快做就整合嘛 問題重重都知道啊 這個水 颱風不來水災也會淹水 大家都知道了 既然政府一體 恳請你們啊 不要黨派之分 今天 台灣的山地 或者河川已經柔長寸斷 不堪一擊了 為了趕快行動 不管怎麼樣 你不同的部會 以及相關的部會 以及縣市政府 請你們趕快坐下來解決問題 請尹部長跟楊縣長 你們明天趕快行動做給大家看 這種爭論下去 對整個政府形象 對哪個階層的行政首長 都非常不利的 我還是要把楊秋興給人畫給講清楚 第一個 目前所談的幾個河川 不是楊秋興主管的 就是楊秋興已經申請授權許可 他自己來處理的 通通是這種時段 在這種情形底下 如果你高雄縣政府做不來沒有關係 你主動跟中央或者其他單位講說 來 請幫忙幫我什麼忙 這個時候中央如果不幫忙 我打屁股給你看 可是楊秋興的態度不是 他是在做政治操作 他先怎麼樣 哎呀這些東西都弄不好啦 都是你中央的事情 這個不對 因為你是民選的政治人物 你不對 是你的事情 不是別人的事情 第二個 我剛才斷掉講的一點沒有錯 當然不是只高雄縣政府 很多縣政府 處理這種事情黑目重重 他今天我這一派的包商 我可能是縣政府哪一派的 議會哪一派的 哪個政治派系哪一派的 我發包出去了 就殺死給這一包 沒有拿到另外一個派系怎麼搞 就像斷掉的時候講的 就開始到地檢署去投訴黑暗 就搞 地檢署來了 有些很多檢察官我平常去講 他不是有什麼壞心 他搞不懂這裡面的複雜的生態 跟殺死的利用 他就把這個什麼 水利署的觀念 就抓起來 先抓了再說 對 先抓了再說 抓給你們看 我就交代了 我真的你們黑暗講了 我就抓了 最後結果沒兩天查一查 沒事把他放下 就是斷掉的時候講的 那這些 這都事務官嘛 哪幾個事務官 願意是在這種情形底下 面對你那些黑道 跟所謂縣政府裡面的政治人物 更不可能去面對了嘛 所以這種情形底下 楊揪欣在政壇上混那麼久 不可能不曉得 各縣市長混那麼久 不可能不曉得 所以我們為什麼說 要求民選的政治人物 要挑最大的責任 問題就在這裡 蔡文講這個很嚴重 連黑道裡面的問題都出來 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繼續再來追 我們要回來